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月前发表的全球AI消费支出预测最新报告, 消费者在生成是AI领域的支出,正加速重塑全球科技产业格局。 无论是面向消费者的AI软体,还是其运行所需的硬体设备,未来几年内都将迎来快速增长。 预计全球生成是,AI消费支出将从2023年的2250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6990亿美元, 复合年增长率CAGR达21%。 从细分领域来看,AI对话平台是增长最快的板块, 个人助理型AI和内容生成工具同样有望实现显著扩张。 预计到2030年,全球AI对话平台的越活跃用户数MAUS预计将突破50亿。 未来大模型供应商之间的竞争持续升温,预测期内市场格局和份额或将出现明显变化。 从结构来看,AI硬体仍将占据整体消费支出的最大比重。 推动这一增长的核心动力在于AI功能在个人终端设备中的集成。 报告预测,2023至2030年间, 全球生成式AI智慧型手机出货量将以26%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相应收入的复合年增长率为16%。 与此同时,面向消费者的AI软体市场增长潜力更为突出。 其快速扩张主要受益于用户规模的显著提升。 报告预计,AI对话平台的越活跃用户数将在预测期内累计增加近50亿。 研究总监Mark Einstein表示, 未来几年,AI硬体支出仍将保持强劲, 但真正决定西一代AI生态系统成败的关键在于软体支出的增长。 尽管他们预计未来五年内, AI软体市场将实现大幅扩张, 但短期内,行业中不可避免的也将会出现赢家与输家之分。 在此背景之下, 随着整个行业转向利润丰厚的晶片, 例如用于人工智慧,AI伺服器的晶片, 记忆体半导体成本飙升, 日本个人电脑PC制造商正通过提价来转价不断上涨的成本。 总部位于东京的客制化PC制造商Mouse Computer 在宣布于2026年1月提价后, 甚至暂停其官网销售, 原因是记忆体成本飙升。 该公司收到了超出预期的订单。 Mouse Computer还表示, 提价幅度仍在考虑之中。 夏普旗下子公司Dynabook表示, DVM价格上涨已经超过他们业务所能弥补的范围, 该公司正在考虑提价。 根据MM研究所数据, 该公司在4月至9月期间, 占据日本PC市场9.6%的出货量份额。 从历史数据来看, PC价格的上涨通常与组件效能的提升同时发生。 基于DRAM和NAND快闪的固态硬碟, SSD通常包含多个晶片, 约占成品PC成本的30%。 对于日本制造商而言, 绿元贬值进一步推高了组件成本。 记忆体价格持续飙升。 截至12月底, 作为基准产品的DDR48G DRAM 现货价格约为14.10美元, 较去年年底上涨886%。 10月至12月的批量合同价格较7月至9月, 上涨约80%。 三大厂商,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 以及美光科技, 控制着约90%的DRAM市场。 为了满足资料中心和其他领域, AI伺服器利润更高的行业的激增需求, 这些公司正在转向高频宽, 记忆体HBM, 及堆叠式DRAM晶片。 与此同时, DDR4的产量正在缩减或停止。 台湾厂商正努力提高产量, 但供应短缺依然存在。 知情人士透露, 像Google母公司, Alphabet, 苹果, Meta, 亚马逊和微软这样的美国科技巨头的高管, 已直接与部分DRAM制造商就供货问题进行谈判。 用于AI伺服器的固态硬碟, SSD出货量也十分强劲。 资料中心所需的大容量硬碟驱动器HDD同样需求旺盛, 从HDD转向SSD的趋势正在出现。 一位电子贸易公司的员工表示, 这进一步推高了价格。 在10月至12月季度, TLC三层单元NAND快闪的批发价格约为256G规格每块46.60美元, 512G规格每块87.40美元, 均较7月至9月季度上涨约40%。 日本NAND快闪和固态硬碟SSD巨头凯霞 在11月的第三季度财报发表会上表示, 公司将专注于资料中心和企业市场, 优先考虑盈利能力和增长。 这意味着PC的供应有限将进一步推高价格。 全球PC巨头核实提价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IDC的数据显示, 联想惠普和戴尔科技在第三季度 合计占据全球PC市场约60%的份额。 联想表示, 将在中长期内通过价格调整和成本管理来维持竞争力和利润率。 惠普尚未披露其定价或采购策略。 市场研究公司AMDIA的高级咨询总监 Okira Minamikawa表示, PC制造商可能需要提价10%至20%才能保持盈利, 而且提价还将持续。 不仅是PC, 许多其他产品也可能面临价格上涨。 市场研究公司Trendforce指出, iPhone记忆体组件的成本预计将大幅上涨, 并表示这一发展趋势可能会促使苹果重新评估新机型的定价策略。 与此同时, 立基电将参与日本软银集团, Softbank主导的新一代AI和超级电脑记忆体开发计划。 立基电将和日本的星光电气工业负责协助计划的市场和制造, 目标2027年度完成试作原型, 2029年度建立量产体系。 报道指出, 软银新社公司SyMemory将担任这项官迷合作计划的指挥中心, 负责协调参与计划的厂商。 该公司将使用英特尔和东京大学开发的半导体技术, 目标是开发出比现有的高频宽记忆体HBM储存容量大一至两倍, 耗电量却只要一半的记忆体。 英特尔将提供基础堆叠技术, 同一基板上能堆叠的记忆体越多, 越能缩短资料传输的距离。 东京大学和其他机构则将提供散热和提升资料传输顺长度方面的技术。 SyMemory负责智慧财产的管理和晶片设计, 并找外包代工厂商。 这项计划在2027年度前, 总计将投入80亿日元, 约5120万美元开发经费, 软银投资30亿日元, 富士通和日本国家级研究机构理化学研究所将投入10亿日元。 日本政府预料将通过支持新世代半导体开发的专案, 补助部分成本。 日本预计2030年所需算力预计将比2020年增加于300倍, 但相关半导体零件自给率却很低, 影响供应稳定性以及价格波动。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